诡异小镇怪事频频发生 下水到京县丧尸袭击 图书馆无头怪追杀小孩 几个从恶灵手里逃生的孩子聚集到一起 要和恶灵小丑一蹶高下 他们真的能击败恐怖的小丑吗 今天母位就给大家讲一部恐怖电影 小丑回魂夜 比利是一个宠爱弟弟的好哥哥 在弟弟的恳求下 他帮弟弟做了一个小船 可拿着小船出去玩的弟弟 在外面遇到了一个恐怖的小丑 自此弟弟再也没有回家 家人以为他已经出了事故 一年过去了 已经上学的比利交到了一群好友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理 那就是都被学校里的小混混给欺负过 最近大家心情都不太好 小黑因为小时候遇到火灾 父母双亡 最近他在巷子的小门里 又看到当年的一幕 同时还有一个恐怖的小丑 卷毛是一个犹太信徒 这天他在教堂祈祷 却被一个长相畸形的怪物吓了一跳 小胖是一个爱看书的孩子 但最近在图书馆 他却看到一个无头怪物要追杀他 而比利则是在家里的地下室 看到了失踪的弟弟 同时弟弟身边还有一个恐怖的小丑 要追杀他 发现大家近期都遇到了怪事 小胖和伙伴们说道 他在图书馆看历史书的时候 发现这个小镇 每隔17年都会有大量的儿童失踪 据说是一个恶灵小丑 在镇子里作恶 而今年刚好是又一个17年 听到此处 众人把这些年发生事件的地点 标注在地图上 他们发现每个事件都和下水道有关 而城里所有下水道的连接处 在一个被诅咒的小屋 比利推断这个恶灵小丑 肯定就在那里 正说着那个恐怖的小丑 就从墙上钻出来 把众人吓了一跳 但这也激起了比利的斗志 他带头骑车赶去诅咒小屋 其他小伙伴紧随其后 但是到了屋前 众人又退缩了 可比利一想到自己的弟弟 可能被小丑掳走 而且以后也可能有更多身边的朋友 遭小丑毒害 他毅然走进小屋 在小屋里 众人果然找到了小丑 但是这个小丑十分狡猾 他变成了众人内心身处 最害怕的东西 企图用这些杀死孩子们 关键时刻 还是团队里唯一的女孩 小美挺身而出 他一棍子插到小丑的头里 受重伤的小丑 挣扎着站起来 退到了黑暗里 经过这件事 各位小伙伴都吓坏了 出门之后 大家就散伙 表示再也不想管这些事了 可是小美没有死心 这天他打算出门找大家 但被他的父亲发现了 这个父亲是个女控的变态 面对狂暴的父亲 小美再也不愿忍受 抬脚就帮他爸断子绝孙 随后又用马桶盖 把他爸打晕了 还没来得及放松下来 小丑就过来把他抓走了 另一边 比利也没有放弃 他骑车赶到小美家 却发现小美已经被小丑掳走 还留下了血的警告 看到这一切 比利赶紧召集的小伙伴 众人知道对花被掳 立马再次组队 来到组处小屋搭救 他们走进下水道的深处 发现小美飘在半空 众人立刻上前将其搭救起来 此刻一道身影闪过 这人是比利的弟弟 他责怪着比利一直没来救他 可是比利认为 这不是真的弟弟 便一枪将其打倒 地上的人果然变成了小丑 愤怒的小丑凶猛地扑向比利 他挟持着比利警告众人 如果就此离去 自己可以不追杀他们 可团结的小伙伴们 根本不怕小丑的威胁 众人齐心协力 与小丑大战了起来 最后比利发现小丑 因为吸收了他们的恐惧 才变得强大 克服了恐惧的大家 最后一起击败了小丑 让他在黑暗中灰飞烟灭了 来到外面 比利和伙伴们约定 如果17年后小丑再度回来 他们将一起回到这里 再次对抗小丑 全篇在比利和小美的相吻下 结束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